可以有你的妈妈帮助你 但是如果你在外面呢 你在学校里面 或者你在街道上走路 如果你突然间需要一样事情 那谁帮助你的 那你知不知道 你不需要担心 因为无论你去哪里了 天上有一位父亲 我们的上帝 他是非常爱你的 他就永远与你同在 他可以帮助你的 你的爸爸妈妈 在家里面也需要帮忙了 你们有没有帮忙你的爸爸妈 其实呢 爸爸妈妈很辛苦的 他每一天呢 为你煮饭啊 买菜啊 为你洗衣服啊 当你睡觉之后呢 爸爸妈妈呢 还有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家务要做的 完全的都是为了你 你知不知道 你打开你的冰箱 里面很多很多的食物 你不需要担心 哎呀明天有没有牛奶喝 明天有没有面包 你什么都不需要担心 为什么 因为你的爸爸妈妈爱你 他一早为你预备了 一早他已经买了水果 买了面包 买了牛奶 放在冰箱里面 所以你第二天 你一早起来 你什么都要吃 什么都可以了 享受很丰富的食物的 其实你的爸爸妈妈 都需要你帮忙的 所以在家里面呢 有时候比如说啊 有一些要洗碗啊 或者有一些 你觉得这么乱啊 这里你可以帮忙 你爸爸妈妈收拾一下 因为呢 你爸爸妈妈做事了 是非常辛苦的 那今天呢 我跟你们讲的故事 是讲到一个人 这个人呢 叫大卫 大卫呢 如果你上过主日水了 你一定要听过的 大卫是一个王帝 王帝是很棒的一个人 对不对啊 王帝有很多人听他的话的 有很多人服侍他的一个王帝 大卫 David is a god 大卫是一个以色列的 很棒的王帝 你知不知道 虽然大卫是一个王帝 但是呢 他很需要帮助的 你看啊 这个就是大卫了 大卫他是一个王帝 其实做王帝呢 你觉得很好啊 谁喜欢做王帝啊 可以说什么 我看见你们的视频 是像 你们谁 想做一个王帝啊 我看见有个小孩子 想做王帝啊 为什么想做王帝啊 原来做王帝可能 你知道 哎呀做王帝很好啊 我不需要煮饭啊 我很多人可以服侍我啊 所以每一天 我吃了很好吃的东西啊 如果我去远的地方 我也不需要走路 因为我做王帝 我可以骑马 我可以有车 可以送到我那里去 对啊 如果你只是看见这一面呢 做王帝是很开心的 很多人听我的话 但是 你有没有想到 你有没有想过 做王帝有时候呢 不是这么 这么好的 很辛苦的 会很担心的 因为 你看见那个大卫啊 他以前做王帝的时候呢 有很多人 想做王帝的 好像刚才 刚才这个小孩子呢 很多人都想 都有举手啊 很多人呢 他们的基督大卫的 他们想 哼 大卫你做王帝 我也想做王帝 然后呢 他怎么样啊 他们呢 就是很想 抢 大卫的王位的 因为他们都想做王帝 所以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就安安的 他们想 杀害 他们想杀害大卫 他们想夺走 他的王位 有人背叛他 有人 那个出卖他 所以做王帝呢 有时候都不是这么开心 都不是这么好的 但是那个大卫王帝呢 他有一个 他做了一个很棒的 很棒的 很棒的事情 就是什么棒的事情呢 就是 他唱这首歌 我的帮助 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是 从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因为他知道 在天上有一位上帝 很爱他的一位上帝 来帮助他的 所以大卫 虽然他做王帝 很辛苦 很困难 但是呢 他经历到上帝 爱他 帮助他 那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大卫 这么信任他的上帝了 因为他少的时候呢 他常常得到上帝的帮助 那如果 各位小朋友们 你们看见那个图片呢 你看这个大卫 就是大卫小的时候 他年少的时候 好像你们这么少的时候 你看 他 他做什么 他是一个牧羊人 他是一个牧童 他是带领很多羊啊 羊 带领了羊啊 去草啊 吃东西的 你们知不知道 原来羊啊 是一种很笨的动物 很常时 很多时候 他会迷路的 因为羊 不听话的 牧羊人跟他说 你要去那边 他偏偏不去 他偏偏去左边 来来来来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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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另外一边 小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 好像羊一样的 不听你爸爸妈妈话 那个羊啊 不听牧羊人话呢 他就会迷路了 迷路了 就是找不到回家的 你们也是一样 如果你们不听你爸爸 不听你的爸妈话 你有一天会迷路的 所以呢 你要好好的 听从你爸爸妈妈 叫你 对不对啊 我们要听话 我们做乖的孩子 因为爸爸妈妈 是非常爱你们的 所以呢 我们要听他话 这个羊也是一样啊 羊啊 他偏行几路 我想去左边 就去左边 我想去右边 就右边 但是很多时候 羊会迷路的 但是 那个牧羊人 那个大卫 还爱他的羊 所以每一次 他看见 那个羊不见的话呢 他都会找回来的 有一次 他看见一个狮子 那个狮子是很凶的 你们有没有看过 Lion King啊 Lion King 也是一个狮子啊 那个狮子 他想吃掉那些羊 哇 大卫一看这个狮子来的时候 马上都是跟那个狮子打 他一打 就马上那个狮子 就被打死了 从此了 就没有狼 没有狮子 来想吃这个羊 因为大卫是非常棒的 因为大卫是非常棒的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他这样子的 可以保护他的羊啊 因为要上帝帮助大卫的 所以小朋友们 师母在我的生命里面呢 我比你大很多 我在我生命里面 我也经历过很多很多很多的 很多遍 很多次 上帝也曾经帮助过我的 你们也是上帝所爱的 所以上帝都一定带领你们 爱你们 保护你们 无论你们去哪里 你们在街道上 你们在学校 你们去哪里 上帝都与你同在的 因为这位爱你的天父 永远不会离开你了 有时候 你的妈妈不在你身边 对不对呀 在那个学校里面 不在你的身边 但是呢 你不需要担心 因为要上帝 永远与你同在 所以今天晚上 小朋友们 我们可以很好的睡眠 我们好好的睡得很甜 因为我们知道 在天上的父亲 有一位上帝 他是非常爱你们的